另外再来看到香港新岛日报的消息 来关注到特朗普之前 在网上发表了一些争议性的言论 而Facebook脸书的行政总裁扎克伯格 他到目前仍然是拒绝删掉 相关争议性的贴文 那这个风波还在持续的升级 目前已经有140多名 获得扎克伯格资助的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联署发表声明 说要求他别让特朗普再散播 错误的讯息和煽动性的言论 而这些科学家当中 甚至还包括了一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而扎克伯格却认为 说特朗普纯粹只是警告 因此依旧拒绝删帖